Hello 各位bossmine的讀者 你們好 相信有不少的短炒朋友 都會玩恆生指數期貨 即是炒下期指 但如果新手來講 都很希望在上網找到一些 名詩、KOL或者專家給一些位置 給大家參考 我自己發現原來身邊的朋友 在參考這些位置上 都有幾個誤區 而導致聽起來好像 沒什麼用途 或者會不會是山崖提示 不妨這條影片 我們告訴大家 用炒家的角度 如何利用那些 所謂的分水嶺 或者是某些阻力支持位 去幫助大家 在炒行之上 可以得心認受 我們馬上去片 好了 我們在炒行生指數的時候 或者是任何一隻股票 甚至乎我們炒美股 或者是黃金 我會期貨等等 相信有很多朋友 會聽說什麼是阻力支持位 或者在我自己的學生 我會定義某些重要的位置 叫做Key Level 這些Key Level 有什麼用呢 我們在教學上面 一般都會跟學生說 就是Key Level 是一些大戶 會做動作的位置 例如 如果在低位升上去Key Level 大戶有機會先行去獲利 甚至乎有機會在當中做一些假動作 所以 只要我們事先定好某些水平 預知到大戶 或者我們在市場上某些資訊 可以尋找足跡 從而得知到 大戶在某些價格上 將會做某些動作的話 我們也可以在那個位置賣入 所以 對於炒家來說 我相信得到那些Key Level 或者某些水平 什麼水平的分水令 什麼都好 就是我們用來做開倉的動作 或者是食股 止蝕附近的 OK In other words 如果不是那些位置 譬如說我這裡畫了幾條線 如果那些股格不在那些線附近 那做不做呢 就不做事了 所以第一個用途 有一個英文很型的 叫做Area of Access 簡單來說 如果在價格附近 即價格 如果在那裡附近 而我們本身有方向 也觀察到股格有些形態 我們就選擇在某一個Key Level附近 去做一個開倉 或者是止賺止蝕等等的動作 好了 我們知道了 怎樣用之後 下一個問題就會問一下 如何用 我們先講一下 一般的新手 拿著一個 譬如說 20900 或者21500 為什麼要講這兩個位置呢 因為我在上一條片 或者是之前某些財經頻道 都有提過 21500 和20900 是我自己會觀察的位置 好了 譬如說有些朋友 會拿著這兩個位置 他們會怎麼投資呢 假設 我先解釋 我當時怎樣看21500 先 當時我就和 你看到我在這裡畫了很多 畫了很多 因為時間的問題 就不方便和大家去分析 一般人 如果聽到我說21500 他就會 再看 Ringo怎樣分析 我就說 如果恆生指數 真的有機會 站在21500 以上 以月頭的框架 他是有機會 上破 22500 去試一下23000 但是這個機會 不是說 很高 我自己個人 可以看上一條片 我自己個人的Focus 是7月 是橫行偏淡為主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會觀察 21500 到底是否站穩 但是 一般不熟悉這個用法的朋友 就會覺得 21500以上站穩 但是問題就是 怎樣才叫站穩 還有 第二 如果他在很高之上 又不在21500 例如說 217 218 217 218 他算不算站穩 如果他在這裏算是站穩 但是他又跌了下來 那215 是否效果 就會有很多這些煩惱 所以 有很多用錯的方法 原因是 不會用 我們自己在這些 的價位上 當然我們自己懂得分 但是 第一步 我們要驗證 他的 用不可以用 我們要想 如果那個人 譬如說 某些朋友介紹 215是有用的 那我們就會第一步 在市場上 畫215線 這裏的多線 我刪除了某些 是沒有關係的 應該是這條 刪除了它 OK 譬如說 215就是這裏 21500 好了 我記得我大約是 7月頭至6月尾講的 當時為什麼會畫這條線呢 因為 當時是未出現後面的形態 OK 未出現後面的形態 我發現 原來在轉倉期的前後 其實 恆生指數 大部分的時間 即是你想想 自6月10日開始 整半個月的時間 都並沒有站在215以上 所以 初步來說 以6月尾的框架 其實215是一個相對強的阻力圍 因為頂住 上不了 好嗎 好了 但在轉倉期 即是轉倉期 6月尾 最後的4至5個交易日開始 所以 大部分的時間 都處於215以上 當然也有其他關鍵 例如217 8幾 等等 但如果以215來說 就容易去記些 你會發現 完整整個6月尾的轉倉期 都會站在215上 兼且在7月1日開始 先急插 再抽上去 我們發現 這個動作都相當快 有一天突襲 先開始急跌下去 9點35分 跌到214 就馬上抽上來了 所以 我們當時會斷定 215 樓下 都會有相當的購買力 如果 站穩在215以上 可以是 暫時看好 但是 如果是 站穩在樓下 就會一個 下跌的形態 或者是 可能要再看看 防守位置在哪裏 好了 對於一般的朋友 他們的用法 有機會是 215 畫一條線 高位跌下來 那就接了 好了 他們是怎樣呢 就是聽完價格之後 首先在高位 22169 直接 在這個時間點 就放下一些限制 或者是 一碰到215 就在那裏 買些股票 好了 一買完之後 咦 可能夜期那方面 穿了 好害怕 怕不怕美股 等等 你就沒有給一個 驗證的機會去參與 所以 就會有機會 你一買那一下 突然之間 插穿多8-200點 馬上止蝕 如果你是這樣使用的話 有機會 就會令到你 止蝕非常之頻繁 從而令到 我們在交易上 本來打算 是贏多輸少 但是內何 因為止蝕的次數太多 就算贏多輸少 都未必有用 OK 結果 我們自己會怎樣用呢 其實下來 我們不會馬上第一時間去買入 譬如說 夜期這些 比較少去觀察 但有時候都有機會有用 我們會見到 譬如說 215這些位置 第一次在7月5日晚上的時候 都曾經插穿過 其實本身 215是有用的 但是 有機會在這一段的走勢 會令到 215的力度 開始減弱 雖然是有用 你會見到 股價 好像在215 都有少少的 橫行 或者頂住的感覺 但是 我們也不能忽視 它曾經真的 又穿過 又上過 又穿過 整個區間的中間點 就變成了 一個 215的中間點 215 成為這個區間的中間點 低落 就好像比較難用 所以 在這段時間 215 對於我們來說 就會扣了少少分 OK 接著 我們怎樣去 繼續用不用好呢 我們繼續觀察 譬如說 你看到後面這裡 有機會可能有個形態向上 你不妨可以在附近 試試 例如說 216買 接著 213 214 去做止蝕 213 就太遠了 可能是214 214 50 都止蝕 接著 駁上去看 200多點的波幅 如果這裡賺了錢 當然很開心 不過 我們也要說 如果之後 真的跌下來 譬如說 這個位置 如何搞啊 如果這一天 譬如說 7月9號 較早幾天的時間 同樣地 都是繼續看一看215 不過 在9點20分 即是15分 開始 直接跌下來的話 其實就 看下去 215的力度 似乎都沒什麼用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 大膽 驗證 215的力度 開始失效 這條線 就應該要刪除了 OK 沒辦法 因為說真的 市場是信息萬別 總不可能 上星期聽到的資訊 一成不變 使用 最重要是 投資者要靈活 去應對 OK 好了 在最後 剩下1-2分鐘的時間 我們不妨看看 到底209 我自己的應對方法 又如何畫 為何會畫到209呢 我就刪除了一些 今天拿來交換的線 我把209 209 28點 畫出來 這條線 是怎樣來的呢 就來自於 我們6月尾的轉倉期 就是 209 一次急跌 馬上抽回來 第二次急跌 馬上抽回來 你會看到 一碰到209 就馬上會有些 買上去的反應 兼且 如果 我們在 22000點 的結算 直接跌到209 的話 跌幅大約有 1100點 左右 我當時 就會斷定 如果跌下來的話 即是整個市 7月 我們都猜是橫行而偏淡 下來 209 它應該會有少少反彈 反彈多少呢 有機會是 但兩三百點 都不奇怪 當時是這樣的想法 結果 如果 我們在 7月11日的晚上 和 我們 7月12日 昨天 那個早上 開209 所以 暫時都會有用 不過 在這裏有用 但 代表之後 是否一定要 死守住它 你會發現 暫時來說 價格都是圍繞著 209 OK 209 當然 有機會 這個價格 並不再是 209 可能會移動到 208 因為 你會發現 近兩個 交易日 208 的位置 似乎都守得很穩 所以 另一個 比較 省會 容易去 做錯 或者誤會 這個方法 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 很多時候會覺得 這個人 上個星期 講的位置 就一定要長期在用 那就 不給空間 去轉變 因為始終我們 做一些短炒 一些交易 有時候會有 一些計算 甚至乎 一些特別的 新聞 會影響到 雞翼手法 我講一下 接下來這個 策略會是怎樣 因為 暫時 209 那個力度 似乎就被208 取代 所以 我們現在會觀察 208 下到208 都是我自己心目中 會買貨的位置 下到208 會不會反彈呢 如果它是企穩 什麼是企穩 就是 假設有一天 在Trading hour 的時候 朝九晚謝期間 有 接近半小時至一小時 是完全沒有企穩 過在208 百點以上 我就會當是企穩 如果我現在買了 而出現的情況 當然要先行止蝕離場 然後再做觀察 另一個做法 就是我當 依然都是 看星的 現在買了 但是 我們要給 百多點 或者一百點 去做止蝕 如果它馬上穿 207 就直接 止蝕就算了 因為 如果站在208 它是有機會 先挑戰 兩萬一千 一百點 向上有三百點 就是這個位置 向上就有三百點 我大約看 向上有三百點 二一一零零零 而向下 我們有止蝕 止蝕就放一百點 輸一百點 輸三百點 我覺得 是一個挺合理的交易的手法 所以 希望這條片 可以幫到大家 有時候在坊間上面 參考不同的 價格價位水平 一些key level 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我們真實樂場砌的人 會怎樣做 千萬不要覺得一定要贏 因為說真的 就算是 我們自己也好 勝算 也不是去到這麼高 即是 去到六成 六成幾 就已經非常好 如果你要我去到九成 說真的都贏 我應該要修行五百年 兼且在夢上 即是在夢裏面 報給你 我到時才可以成為一個 講什麼都中什麼的人 OK 這條片到這裏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在下面按個like 自給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